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兴得不得了 很多的饭店把灯打出来 ZERO来报喜 很多的超商 餐厅 旅馆 也纷纷推出零确诊的优惠 可以说是举国欢腾 在礼拜六 礼拜天 也非常多人到了户外去 可以说人潮汹涌 这一点点小确幸 没有想到很快就因为连续两天 多目舰队有24个确诊的案例 而一下子就被交袭掉了 坦白说 大家看到这个讯息 真的是很火大 为什么火大呢 因为全民为了抗疫 为了防疫 大家兢兢业业 大家这么样的小心谨慎 那么从上到下 大家都上下一心 结果偏偏就是你这个海军 你怎么会这么样的松懈 然后在大家正在要把这个 零确诊往前推进的时候 你就偏偏出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状况 这么大一个篓子 真是让人家火大 好 先看一下 昨天是新增了22例 当中多目舰队就占了21例 所以累计已经有24例 全部都集中在磐石舰上 那我们看一下 744名官兵学生 他们在2月21号登舰 4月15号下船 那扣除18例没有症状的 其中有6例的发病时间 其中这个379例 是早在4月初 他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异常的症状 但是在舰上并没有就医 另外呢 有通报军医的396例呢 他是头痛 嗅觉异常 但是军医并没有通报说 他可能确诊 那么其他的几位的这个确诊 大概都在12跟13日左右 那么因为陆续感到身体不舒适 嗅觉 味觉异常 但是呢 他们也都是拖到了下船 回到家之后啊 才到医院就诊并且确诊 同时还发现其中有很不少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呢 我讲的这一段 大家听了是不是要叹气 在船上有出现症状 没有就医 就是你个人的警觉性不够 然后呢 你跟军医去看诊了之后 你头痛嗅觉异常 结果军医呢 并没有去把它 做一个这个正式的通报啊 还有就是12、13号已经陆续有提到说 不舒服啊 嗅觉味觉异常 但是呢 很多人呢 连军医都不去看 就拖到下船回家 回家怎么样 回家还啪啪照啊 然后才到医院去就诊啊 所以呢 难怪啊 这个陈时中部长啊 看到这个情况啊 坦言说啊 这个社区感染的风险大增啊 所以他很紧张啊 好 现在海军啊 海军副司令啊 梅家树中将啊 昨天在这个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呢 也第一次代表海军向国人啊 鞠躬致歉啊 他说啊 相关的防疫工作没有做好 造成感染啊 所以要跟大家致歉啊 我们都还记得啊 同样一个人啊 这位海军副司令啊 那么在之前啊 还曾经说啊 一切都有照规定 在第一天只有三个人确诊的时候呢 都摸这个磐石剑啊 他说大家都有戴口罩 结果立刻被人家丢出来 有一张啊 他们到帛琉去的时候啊 全部都没有戴口罩啊 所以呢 这个军方的这个道歉啊 当然你得道歉啊 可是大家看的还是很不爽啊 因为你显然都在虚应故事啊 好 蔡总统怎么说啊 他发表声明说啊 防疫势同作战 国军的责任啊 是要保护国家跟国人啊 那么更应该维持高度的警觉啊 那说这一次呢 敦睦舰队集体染疫啊 造成社会大众的疑虑啊 他表示遗憾 那么他说国军呢 除了向社会致歉 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之外啊 更必须要以此为鉴 彻底检讨防疫管理作为啊 好 这是总统的其勉啊 其实蔡总统恐怕都大家都担心 他会不会也被拖累啊 因为呢 在4月15号啊 敦睦舰队返港的时候呢 参谋总长黄树光啊 他亲自去主持啊 这个敦睦舰队的节训典礼啊 而隔天的16号呢 黄主 黄参谋总长呢 又到总统官邸去参加例行会议啊 也就是说他跟总统有这个晋升的接触啊 那现在黄参谋 黄总长啊 也自己要做隔离啊 但是总统需不需要呢 那当然了 总统府说 当天的会议的座位啊 都有间隔1.5公尺啊 那么会议的防疫部署 还是很严格的啊 不过呢 为求慎重啊 现在要请医疗团队更严密的关注 总统的日常健康 呃 这个是应该的啦 但是我们也不免感觉到说 这个海军啊 真的是 你看看这样子让参谋总长要隔离 那么让总统啊 对医疗团队啊 也跟着紧张啊 所以现在立法院的外交跟国防委员会啊 已经要求国防部跟海军司令部呢 那么 呃 礼拜三要到立法院来专案报告啊 好 这个事情真的有非常多要检讨的啊 一个是海军本身 军方本身啊 那么另外呢 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整个啊 在防疫过程当中的疏忽 包括我们的部会在内啊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啊 好 第一个啊 军方有哪一些情况呢 国防部昨天啊 就坦白说啊 这个敦目舰队出发之前啊 他们并没有通知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啊 好 这就是牵涉到彼此的联系衔接的问题 换言之啊 陈时中部长这一边啊 根本不知道有一个这个敦目舰队要出发 就二月份的时候 然后呢 四月十五号他们下船的时候呢 那么刚讲到说啊 看起来已经有一些这个症状的这个官兵存在啊 那么但是呢 这个因为没有通报啊 所以呢 他们下船之前也完全没有做个人的实职 简易啊 好了 所以呢 工卫学者啊 就提到说啊 其实你从钻石公主号到美国法国的这个军舰啊 你都可以看到啊 这种军船舰啊 是非常 因为空间密闭啊 是本来就是非常危险的啊 呃 东目舰队在出发的时候啊 已经有很多国家传出了案例啊 就算你在途中啊 那么美国航母出现的这些案例的情况 甚至他的舰长啊 还为了这个举报这样的消息啊 被处分啊 那但是显然啊 我们的海军这个敦目舰队都不当一回事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好 那现在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啊 呃 指挥中心现在有针对24名确诊者啊 那么他们在4月15号下船到18号啊 那么已经有确诊之后呢 这中间啊 凡是他们行经的15分钟以上的停留15分钟以上的公共场所啊 已经陆续发送简讯要提醒民众啊 那目前初估啊 有三十几个场点啊 而且分布在九个县市啊 真要命啊 这么多的广泛的地区啊 包括哪些呢 包括屏东 包括高雄 台南 嘉义市 台中啊 苗栗 新竹县 桃园市 台北市啊 这九个县市啊 那指挥中心 昨天中午已经针对他们的家属亲友啊 这些可能触发者发送提醒简讯啊 那这有两三千人需要做自主管理啊 然后呢 昨天晚上呢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一部分的确诊个案例停留这些公共场所啊 刚讲到说超过在九个县市三十几个场点啊 那现在以高雄为例啊 以高雄为例 总共有八名确诊的个案啊 所以高雄市政府表示啊 这八人去过的七处场馆啊 都分别是汉神巨蛋啊 那还有海港餐厅 天好运 咖啡 还有四月 瑞与一大商城 加勒斯多大顺店啊 那这七处场馆啊 今天都要封闭一天来消毒啊 好 那我就是说啊 大家的小确信是不是被交袭了啊 原来啊 都以为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大家都很高兴的出门消费等等啊 那你现在这样一来 高雄啊 就七个地方 台南一定很对 要关闭 屏东 嘉义 台中 苗栗 新竹 桃园 还有台北 这个我说这些海军啊 真是害死大家啊 真的该死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张 这个陈时中部长说 他感到很担心啊 然后 现在张上纯啊 组长啊 他有点出来说 这个疫情恐怕不止一波了 那很可能之前已经有感染者 或者所谓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他们现在在这七百多位官兵 还要陆陆续续来进行检查 不排除今天下午啊 还会有新增加的确诊者 那同时啊 他们下见下来之后 15号到18号 停留在九个县市 三十几个场点这些地方 会不会也有感染啊 这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 好 毫无疑问啊 海军啊 必须严厉检讨啊 至少有三点啊 第一个啊 这个从海军司令支队长到实习生啊 这些职业军人啊 或者准军人啊 显然他们对于啊 这个船舶的封闭特性啊 所应该有的危机意识啊 是非常不足的 那 现在其实 刚讲到说像美国法国的航母官兵染疫啊 游轮这个钻石公主号啊 是在二月初就已经啊 发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感染啊 你对木舰队啊 这个出任务啊 出任务前难道没有足够的这个啊 行前的这种教育啊 防疫的一个教育啊 那么你从最上层到基层的官兵啊 是不是都整个螺丝都松掉了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我们说防疫士同作战啊 那么舰上军医的功能啊 那么到底有没有发挥啊 他们是不是只是被动接受官兵前来就诊啊 那么有没有想到应该要主动作为 向全体的这个舰队官兵来宣导防疫需支 染疫的特征 以及啊 这个啊 甚至必要的时候啊 这种子动的来做检查啊 这里头非常离谱啊 因为刚讲到396案啊 在4月13号 已经去求助军医啊 结果军医居然只有量体温啊 那么而且并没有就这个肺炎的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各种症状 逐一来询问啊 这个来求医 来就医的这个士兵啊 所以说这种最基本的问诊程序啊 这个啊 军医啊 都没有去处理啊 你说这个整个的纪律啊 换散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难道大家会问到说啊 军医是不是塑胶做的啊 好再来就是纪律的问题啊 那么敦目舰队在海外啊 在这一段时间啊 台湾本土啊 是每天啊 每个人都处于紧绷状态啊 那么而且随着确诊人数的起伏啊 那么非常通透的吸收防疫之势啊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律啊 那难道你磐石舰上的官兵啊 你们都是外星人吗 你们都不知道地球上现在发生什么事啊 你们不知道母港所在地的台湾啊 现在已经人人都在这个拉紧的警报啊 所以呢 只有一句话就是军际换散 就是管理不当啊 就是整个啊 这个啊 松掉了啊 那么原来啊 我们陈时中部长还说 军队管理的强度应该会比民间更高啊 是吗 是这样吗 别骗人了 好了 当然除了军方要彻底检讨啊 我觉得礼拜三啊 这个立法院啊 在做这个专案报告的时候啊 我们就看看啊 军方有没有人要为这个来下台来负责啊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啊 也必须看到啊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防疫的部署啊 是不是有漏洞啊 为什么这么讲啊 因为就是说 大家既然看到了那么多的国 外国的这个船舰或者是游艇啊 那么都已经啊 这种出现严重的疫情啊 那军舰空间狭小啊 你又知道说啊 这个我们的军方啊 还在啊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啊 正常的一个运作啊 那这个时候啊 对于啊 来有关军方的这种防疫的 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监督啊 是不是在整个指挥中心当中啊 要嘛就是有所盲点啊 再不然就是你管理不到 令不出卫服部啊 会不是这样的问题啊 因为啊 连这个舰队后来也承认啊 他们事前并没有向指挥中心通报说 有这个舰队要出发了等等啊 好 所以呢 那这是第一个要检讨 也就是说啊 我们整个的这个疫情的 这样子的一个横向的部会之间的衔接啊 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啊 这可能只是一个啊 现在发现的漏洞 那么要不要去检讨 还有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监狱里头啊 比如说警察 比如说消防 比如说海巡 那么这些单位啊 会不会也有一些 这个是被疫情防疫当中 所疏漏的一个地方啊 这是第一个应该要检讨的啊 第二个啊 我们国军有18万啊 那在这波疫情啊 过去之前啊 每天都只分配到1.7万片的口罩啊 所以据说啊 很多的官兵啊 是一个口罩要用好几天啊 那不足的话呢 这个长官就要你回家自己想办法啊 那听说连长官也是这样 那你部队要出操啊 那出操之后满身大汗 讲话也会沾口水啊 那一个口罩要用三四天 那这都是细菌 对不对啊 所以这随时都可能传播疾病啊 这样的情况已经长达了三个月之久啊 是因为上个礼拜 因为国防部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说溜嘴啊 那网友连日关心 然后有立法委员也提出来质询啊 所以官方才重视啊 那么整个指挥中心 十四号才先同意说每天配发四万七千五百片啊 那么也就是说变成每四人共用一片 从十八号开始啊 国军才每人每天可以配发到一片口罩啊 但是现在海军已经给你出状况了 所以啊 可见了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因为你想想看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听了都觉得很扯啊 因为一方面他们是这个密闭空间啊 这个高危险感染的一个群体啊 你居然给他们这个不足的口罩啊 这个谁该负责啊 是要连长要负责吗 是旅长要负责吗 还是总长要负责 或者说整个政府有没有人要看到这样的问题啊 好那事情已经发生了啊 那么怎么办啊 首先第一个啊 我看到来自有做过去的海军出身的这个将领啊 他们提到说啊 其实因为船舰是人口秘密最大的场所啊 所以海军向来对卫生也都有比较高标准的要求啊 过去啊舰队司令部下都会说有军医长事啊 那么由他们来督导这个医务战备急救健康环境清洁跟防疫啊 属于这方面的专家啊 但是呢 因为国防部啊 这一次的这个精实计划经过裁卷啊 现在在舰队军医这一部分的这个编制啊 可以说是大大的减少啊 有些船连衣冠都派不出来啊 那这个时候啊 当你这个船在行动的时候啊 你要进行消毒清仓通风污水啊 这一些排空消毒系统的作业啊 你其实都需要军医长事提供的专家来提供意见啊 那么所以呢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呢 国防部似乎啊 也应该对海军军医的编制再深入来检讨啊 这是第一个啊 那么第二个啊 就是现在啊 除了海军啊 我们要追究责任海军啊 磐石舰的这种后续的善后啊 希望我们当然希望老天保佑了啊 希望他们出来的这两三天啊 没有进入感染 也希望今天继续进行的700多个官兵的检测啊 能够都是阴性啊 但除此之外啊 因为不能排除有这种所谓的潜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无症状感染的一个情况啊 是不是我们陆海空三军啊 的官兵啊 那么都要一起来做检测啊 而且要越快越好啊 因为如果他真的有无症状感染源的话呢 那么他只要存在一天 不要说一天啊 一个小时啊 一分钟 那在不同的角落的爆发就会不可收拾啊 那么这个是我想 可能要拉高啊 这样的一个防备的一个措施啊 此外啊 除了军队以外啊 刚讲到说啊 这个有高度感染风险的啊 这个像警察啊 像消防 像海巡 像监狱 像移民啊 这些管移民的中心啊 这些单位啊 恐怕也要提高警觉啊 来提供足够的防护装备啊 那么要这个这个超前部署啊 那所以呢 从这里来看的话 陈时中部长现在担任指挥官啊 的这个防疫中心啊 到底有没有办法兼顾啊 在疫情中冲击之下啊 可能涵盖到经济财政 教育交通 警政治安 乃至啊 国防啊 这些层面啊 的一些挑战啊 这个也是这一次的事件啊 当中啊 来值得检讨的地方啊 好 今天为您讲到这里 谢谢您收听 我是黄青龙 我们下回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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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